滚滚长江,东是水,浪花淘尽,英雄类 大家好,我是彩虹,欢迎收看彩虹解说三国沙的新一期视频 好的,那么我们来这个闲话不多讲 直接开始看一下我们本期视频的第一把录像 好的,第一把我们是一个六号位的大忠诚,主攻选择了阿笨 那么也是一个比较耐作的主攻,也是一个比较耐作的主攻 好的,那么我们六号位选择了,也是一个远位忠诚 那我们就可以选一些输出比较暴力的武将 你不是说你待在主攻面上,人家主攻还来绑你啊 那我们既然离主攻很远,那肯定就是,肯定是强将 好,读诗书,上礼于,守刚长,我们的离点,确实你说强不强 也是很强,但是他在主攻面上,被主攻强行怼了一刀 是不是,大丈夫何举小姐 好,那么来,南蛮路青,走起来 有没有,没有的话,我们来,一来,我们手牌其实还是比较可以的 有闪,还有张真万剑 到时候我们再骑奔一个万剑,是不是 这个手牌还是比较,不能说特别暴力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暴力的 还是比较暴力的 好,宠孙者生,宠流者死 我们的大乔他是不明觉厉,然后布置他是跳了一个反贼 好,无中生有,怎么比得上极色来的痛快 好,战机稍重即是,怎能苦等军令 我们的大王鸡也是一个忠诚,我还是比较喜欢的 还是比较喜欢的 他也是一个比较强的武将 一来他的牌,用牌能力是比较强 二来的话,如果有个人对其进行包养 他就更加强了 那就更加强了 好,那么过河拆桥,怎么比得上骑色来的痛快 剑上长水城,以兵下口 好,那么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牌 摸了两张杀,还是比较喜欢的 好,顺手牵羊 如果有9的话,就先开这个万剑,来先骗一波闪 然后再9,杀 当然我们没有9 我们没有9 好,剑剑齐发 那么刚刚蔡夫人已经被我们亲过伞了 所以,这个万剑虽然没有命中他 但是,但是我们来一个轻易为国,算无一策 我们直接,这个 不能说放假万剑 但是万剑呢,肯定是真万剑 但是你们肯定要响应 肯定要响应,这个出神 轻易为国,算无一策 那你有没有逃,带着你的大招 走吧 那么我们收了 蔡夫人,他是个大反贼 小戏成收,同性方可陆利 我们这个离点,送了我们一把诸葛连奴 还是比较喜欢的 还是比较喜欢的 我们因为我们收了4个 1,2,3,3个反贼 那忽联师应该也算是个反贼 不管了,我不管他们谁是内,谁是中 反正一个字,那就是干 那就是干 好,那么 这个忽联师也是比较操蛋的 因为他不知道谁是内奸 他就索性追起给主攻了 那我们离点 呵呵,王极 我不管谁是内奸 反正就那一个字干 那就是一个字干 也是正好 一发不多,一发不少 把所有的子弹都干完了 那我们的这个棋奔也开了 棋奔也开了 所以正好就是说 不多不少 刚刚干完 刚刚干完 那么我们开局红 开门红 开门红 也为后面的几局 拨一个好彩头 那么我们来开始看一下我们的第二把录像 好的,第二把我们是一个三号位的 大忠诚 主攻选择了 主攻选择了我们的戒高迪斯路 一个强将 我们的神将叫一把手 神将叫一把手 那么 既然你是神将 那我就选一个 你神将的神中 我们的大王鸡 那么大王鸡我刚刚说了 他是用牌能力是比较强的一个武将 你说路神直接开始看见王鸡 王鸡 看到我们的大王鸡 高不高兴 他心里肯定是非常高兴的 他肯定会想 希望王鸡是忠诚 那我们说 我们王鸡不容你的使命 我们就是一个大忠诚 顺手牵羊 你懂啊 你懂就 就好啊 这绝对是一个 这个 我不只说过一次了 不只说过一次 我感觉啊 我感觉啊 这个很多观众啊 你看 哪怕是自己玩 或者看其他的视频啊 都能看见这个经典组啊 就是我们的路神啊 借路神啊 前提说一下 是借路神和我们的大王鸡啊 绝对是一个我们的这个 一来啊 我刚刚上把也说了 王鸡他用牌能力很强啊 二来他如果有一个包养的武将啊 比如说就路神啊 我们的路神 他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的武将啊 好 那么这个过河拆桥其实没必要用了 没必要用了 可以留一留在下一轮啊 留在下一轮 再用啊 依然我们可以手里毕竟有一张锦囊啊 二来这个 那个那个啥啊 其实刚刚那个过河拆桥可以不用啊 把借刀杀人去了 然后我们在这个 禁区一下啊 剑上长水城 以逼下口啊 你说 如果路神没有这个 给我们连营补牌啊 你说我们肯定肯定这些牌啊 刚刚那些牌三用两用啊 就用完了 说实话就用完了 但是有路神这个排队库在我们边上啊 这个离的啊 还是比较近的啊 相对来说是比较近的 那这个 我们也也是 我们路神啊 啊我们不是路神啊 我们王给啊 也是也有这个 圆圆不倔啊 用不完的牌啊 那里点 你这个不是送我们一张顺口签啊 吗 我们还瞅着啊 没有什么牌能让路神这个归一啊 没有让他这个牌归一啊 那你送一张这个顺口签啊来啊 我是非常喜欢的啊 那你这个送那张顺口签啊 对我们来对于我们来说啊 这个你冰我们啊 我们的这个就无所谓了 我们就无所谓了 那为什么啊 啊我们有圆圆不觉得 排队库在边上 我们还怕这张钉 是不是啊 好那么这个真姬也是一个大反贼啊 也是一个大反贼 小溪沉舟 同心方可陆立啊 他虽然顺利点啊 但是他没有干你点 坎的是姜维啊 所以姜维是忠诚或者内奸 但是郭怀这个家伙起手又不明觉力啊 什么东东西都没动啊 可以给他标一个忠诚或者是内奸的身份啊 哦 铁锁连舟而行 东武随势可破 哎呀妈呀 他们其实反贼方的这个组合也不弱啊 光不拉的寸啊和黄盖啊 这两个家伙 如果这个玩起来的话啊 他们输出也是比较暴力的 我们别看我们这个王给啊 是三学两三学武将 你说说实话 被这个王黄盖啊 被黄盖砍两刀啊 这个你看我们就求逃了 我们就求逃了 哎呀妈呀 这个比较伤啊 比较伤 好那么路神被乐一下无所谓啊 这其实怪就怪黄盖装了个人王盾啊 其实黄盖他如果会数人头的话啊 这个他就不应该装这个人王盾啊 你如果不装人王盾 春哥就跟你配合起来了啊 好那么我们可以用这张顺手牵羊啊 来进行归一大法 然后就这样子招啊 还送了我们把连弩啊 我们是比较喜欢的啊 顺手牵羊啊 我们先把路神的牌归一啊归一 这样子的话啊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这个我们旗帜嘛 是不是啊 到你回合内的使用基本牌或锦囊牌指定目标后 你可以旗帜 不是此牌目标的一名一名角色的一张牌 然后该角色摸一张牌 那我们如果杀真鸡啊 我可以再说一遍这个组合是怎么补牌的啊 是怎么给王盾补牌的 好一来啊我们杀真鸡啊 我们杀真鸡的目标是杀的目标是真鸡 但是我们就去扒路神 因为路神一来啊不是杀的目标啊 所以就可以那个这样子的话 我们扒路神 那么路神被我们扒了一张牌之后啊 那他就失去最后一张牌 然后他再给我们连赢啊 那有人会说啊路神连赢之后怎么还能摸牌 那就是我们旗帜的这个效果了啊 路神他给我们连赢 但他摸牌就是旗帜的效果啊 你可以旗帜不是此牌目标的一名角色的一张牌啊 当然也可以把我们自己然后该角色摸一张牌 所以啊路神一来啊 我们刚刚用那张顺有欠阳啊 先把路神的牌归一之后啊 然后我们杀的目标 只要不杀路神啊 我们就可以旗帜路神啊 我们就旗帜路神 然后扒他一张牌 然后路神 失去最后一张手牌 然后再给我们连赢啊 再给我们连赢 然后给我们连赢了之后啊 路神他摸的这张牌就是这个我们旗帜的效果啊 就是我们扒了路神一张牌之后啊 就是让他再补一张啊 就是让他再补一张啊 这就是啊我们路神和王街的这个魔术组合啊 其实老玩家肯定都知道啊 这个组合其实是非常经典的啊 是非常经典的一个组合 何况我们王街有了这个借路神啊 我们排队啊 就是源源不断的啊 就源源不断的 好 那么谁是内奸呢 我们就不知道了啊 因为反贼 我们一来我们干掉了三个反贼 还有个反贼是被蒋维干掉的 然后啊 然后的话 嗯一来啊 我们王街是挑的比较中的啊 所以路神啊 你相信我们还是没有错的 那剩下的这两个家伙啊 其实说实话啊 内奸属性都是比较高的啊 包括我们王街也适合当内奸啊 也适合当内奸啊 所以啊 我们三个玩三个武将啊 不能说三个玩家 三个武将啊 都是内奸的 内奸脸的武将 你说江维啊 老牌内奸武将 老牌内奸武将 郭怀的话也是一个标准的内奸武将 我们王街也是一个内奸脸的武将 所以一来啊 路神还是比较相信我们的 因为我们 毕竟给他干了这么多反贼啊 所以内奸的属性就比较小啊 但是江维和郭怀这两个家伙 我就不知道喽 那么谁说我们王鸡是内的啊 谁说我们王鸡是内啊 应该内是王鸡啊 不动脑子啊 不动脑子啊 不动脑子 我们绝对是个大大的忠臣啊 那么郭怀这个家伙九坎路逊不知道这个家伙是怎么详的啊 他内奸还是忠臣 还是他什么用兵 这个这个什么 抵挡不住了啊 就是耐不住寂寞了 耐不住寂寞了 好 那么 我不知道他怎么详的啊 反正 先就这样子想啊 那么我们的江维是内奸啊 我们的江维是内奸 其实刚刚他哪怕内奸当忠臣也 已经就是说收不住了 一来我们祖宗方爆发的太厉害了 把反贼啊全都干掉了 那如果江维他不干掉反贼啊 不干掉那个brother春啊 他其实也是输啊 就是提前输了 就提前输 因为你放着没有闪的反贼不干啊 去干忠臣或者干祖宗啊 干祖公啊 你说他这个不是内奸那是啥 他反正装不装都是死啊 就装不装都是死 一来我们确实啊爆发能力也很强啊 爆发能力也很强 好的 那么我们来讲这一把了 上把我们也是啊 这个玩得很happy啊 一来我们玩得很happy啊 二来我们也赢了 那就更开心了 好的 那么我们来说我们的下一把 这把啊 这把我们的主宫是一个大曹人啊 这个是风暴的曹人啊 风暴的这个新版曹人啊 巨熟啊 我可以读一下 因为他改了之后啊 其实登场的这个登场次数啊 还是比较少的啊 第一个技能啊巨熟啊 还是那个巨熟 这个结束阶段啊 你可以翻面并摸四张牌 然后弃之一张手牌 若以此法弃之的牌是装备牌 则啊 则改为啊使用之 比如说他翻面刚刚摸了牌啊 然后再弃一张寒冰箭啊 那他等于就是把这个寒冰箭装上去了啊 好第二个技能啊 解围啊 你可以将装备区里的牌啊 当无险可击使用 当你从背面翻至正面时 你可以弃至一张牌 然后移动场上的一张牌啊 等于说是他从反面翻回正面啊 是有一个巧遍的效果啊 有一个巧遍的效果 他也可以判定去的牌啊 那么刚刚他也是显示出了啊 有顺的话他就拿这个 拿这个装备牌当无限可击啊 那么看到没有啊 我们一来啊 刚刚曹批啊 不是曹批啊 曹人翻面 然后我们受到伤害之后啊 这个寻语他觉得应该是个忠臣啊 他明不可能说我们是这个曹人主公啊 我们曹批再选一个反贼啊 那肯定是个忠臣啊 那么我们刚刚把曹人放逐了之后 那么曹人从反面翻回正面 他弃至一张牌 然后挪了场上的一张这个牌啊 把这个左磁的这个 张马蛇毛给挪了 把张马蛇毛给挪了 因为他的一张装备牌啊 一来可以当这个远距离攻击 二来他的一张装备牌啊 装备区的一张牌 可以当无限可击使用啊 好的 那么我们的忠臣组合啊 还是比较强的 还是比较强的 一来啊我们曹人啊 他有个大翻面啊 可以大过牌 二来啊我们的寻玉啊 寻玉啊寻玉可以 截命大补牌 二来三来啊 我们的这个大曹匹啊 可以帮你从反面 翻回正面 这样子的话 你的过牌能力就更大了啊 你的能能过牌能力就更大了 那如果寻玉 待会再来干我们一刀 死罪可眠 活罪难说啊 直接从反面翻回正面 再挪一挪啊 再挪一挪 是不是 挪你想挪的牌啊 挪你想挪的牌 这样子的话 你翻回正面 一来你又可以聚首过牌 那你可以算一下 我们祖宗方的过牌能力 绝对比他们反贼方的过牌能力 要强了啊 要强了 那么就算啊 就算那些反贼啊 噼里啪啦啊 把祖宫的牌全都给拆了啊 那么寻玉啊 我永不背弃啊 我永不背弃 直接给曹人补一个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两个忠臣啊 对曹人来说都有作用啊 都有作用 哎呀妈呀 这个闪电有可能要这个 要要翻天啊 要翻天 然后借你之手 与他一搏吧 掉血啊 那么我们就先打奶妈啊 那就先打奶妈呗 给我翻过来啊 那我们就没必要砍张角了 哇这个家伙 这个张角本来就不怎么好打啊 不能说不好打 这个杀他搞屁的啊 杀他要搞屁的 好万箭齐发 那么无奈长山赵子龙也 被你偷一张闪 我被你偷一张杀无所谓啊 那么我们就盯着奶妈干呗 呼风唤雨 取雷奔电啊 呼风唤雨 哎呀 这个天盼 天盼 天盼 天盼都没有判中啊 这个脸确实是比较红啊 脸确实是比较红啊 那么我们拿 其实应该可以 如果要把双枪收了 其实应该就拿火弓啊 拿火弓 但是如果不推荐选南蛮啊 不推荐选南蛮的原因是啊 如果你拿了南蛮啊 反贼方肯定会 肯定是不会拿沙 反而会去把沙留给双枪啊 所以这个拿火弓 收双枪是比较明智的 但是他拿了一张沙 去九砍那刀张角啊 也是比较好的啊 这个张教主嘛 你如果血线压低啊 他就这个顾 顾头顾不了尾啊 那他手里拿什么 你要么拿黑的 要么拿闪啊 你有闪之后 就没黑的改判 是不是啊 火弓怎么比得上 骑射来的痛快 啊 你手里还拿一张黑桃漆啊 我告诉你 到时候就被黑桃漆爆啊 就被黑 闪电啊 就被你的黑桃漆给 这个什么 那个啥啊 那个啥 给给给给给 给炸了啊 给炸了 好那么两个人头 在召唤朝人啊 嗯 张角的话 不知道他能不能足啊 好 我的是我的 你的 还是我的 那我们这个南蛮不是 终归啊 终究啊终究还是在我们草皮手里 因为这个 南蛮是我们开五谷送给 张角的啊 所以这个 到时候啊 还是回归到我们手里了 回归到我们手里了 好那么 我们刚刚我们的那个 南蛮啊 没有 这个 收 没拿啊 没有拿 没有收人头啊 这个我们肯定要 拿了 肯定要 不说拿了 肯定要 暂时肯定是不能先放啊 因为一放的话 这个 寻遇他的血线是比较低的啊 那么寻遇的一滴血啊 还是比较值钱的啊 那么还是开吧 把 把 把佐斯先收了啊 雷杀 雷杀 那么我们走一个啊 我们走一个 闪 雷弓助我啊 雷弓殿母 听我号令 驱雷奔殿 好 九杀 那在青钢剑面前 你的八阵就失效了啊 太极生两鱼 两鱼生四象 四象 生无效啊 四象生无效 就是有青钢剑在 好 那么也是我们现在的 一来啊 我们的状态 嗯 还是相对来说 嗯 哪怕我们 曹丕和 巡弓里面死掉一个 现在也是 嗯 无所 不能说无所谓啊 不能说无所谓 尽量啊 还是要保住一个 因为 嗯 我们的 巡弓啊 还是能补牌的 二来的话 我们曹丕的话 放逐能把曹人 从反面翻回正面来 这个 让他多摸牌 然后再 多挪牌啊 当然 你如果曹人 从现在 从反面 翻回正面来啊 他可以 既支张牌把这个乐 给挪了啊 但是 没必要啊 没必要 所以他就直接 我们直接把他翻过来啊 我们直接把他翻过来 冰两寸段 其实可以冰 赵云啊 可以冰赵云 巨兽的话 对于我们来说 威胁不是很大啊 一来 他刚刚就一张牌 你如果再摸两张 三张牌 其实也闹不了 翻不了天啊 就翻不了天 好 冰金两足 首土一方 那么 好 这个冰重的话 对于我们来说是 比较好的啊 此乃驱虎 吞狼之计 我 永不背弃 哎 这个我希望能要把 把草人给翻回来啊 杀啊 那个系元氏 一心向北 好 那么我们呢 打破了巨兽的防御了啊 打破巨兽的防御 他刚刚已经 十倍一了啊 那刚刚十倍二 十倍二 死于那个那个啥啊 死于流体啊 死于流体啊 那现在我们好打了 那我们现在好打了 那么把这个 加一马先给挪过来 那么 现在啊 这个赵云啊 被我们和仇人啊 双双沈嘉宜包住 然后寻遇的话 就不需要沈嘉宜 因为有我们两个堡垒啊 在他啊 他肯定是 肯定是翻不了天的 那就翻不了天的 好的 那么也是 配合的啊 也是相当的完美啊 配合的也是相当的完美 最好就是说什么 这个 曹人啊 在他的回合 放一个男啊 放个男 然后我们把它先从正面翻回反面 然后他再聚首 从反面翻回正面来 那就更爽啊 这个配合 那个这个这个配合啊 真的就更爽了 就更爽了 好的 那么我们本期视频啊 也就到此就结束了 那么结束之前啊 也有两句话 跟大家说一下啊 那么第一句话啊 屏幕的左下方啊 有个投稿邮箱啊 希望广大的玩家啊 能给彩虹踊跃的投稿 那么第二句话 就是咱们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咱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